要調侃的這種對象 而且這個到什麼時候 我自己才知道 我的聲音並沒有錯 你了解嗎 錯在呢 台灣的朋友不懂欣賞我 三十歲的時候 你看我忍受這個苦啊 忍受了三十年 三十歲那一年 是我生命最重要的 因為我那年呢 我有一個世界記錄 世界托福六七七 滿分保持人 所以要讓總統給我 贏意獎丸 我這個贏意獎丸是總統給我 那三十歲那一年 因為我世界托福滿分 所以美國我要好好 芬特蘭大學給我獎學金 我飛去美國讀書 我到碩士班 那到美國的時候呢 我都不敢說話 抱歉 那為什麼 我以前的個性不是這樣子 我怎麼這麼愛說話 這麼高話啊 但是我以前這麼點的 我媽媽說 都能說我跟她媳婦啊 你了解媳婦了嗎 那為什麼我會不敢講話 因為我的聲音常常都很笑 很調侃 所以變得我不敢開口 怎麼調侃呢 我舉個例子 小學啊 我也不妙 叫陳志鵬 說真的也很好聽嘛 爸爸的聲音對不對 刺激 我禮盆城都很好 不過我開小學的時候 同學一遍就跟我說 過來過來陳志鵬 你不要叫陳志鵬 它不適合你 我說真的啊 那我要教什麼 我們幫你想了一個新的名字給你 給我想耶 我又來這裡好了 我也很高興 小朋友嘛 很單純 那回去呢 就邊唱歌邊回家 放學回家 媽媽啊 看到我唱歌回來 人家跟我問 兒子啊 你今天是在路上繞到錢了 我怎麼這麼高興 我媽媽啊 沒有呢 我沒有撿到錢喔 不過同學對我很好 今天同學 都取了一個新的名字 媽媽啊 你有要叫我的新的名字喔 不要再叫我陳志鵬了 媽媽說對啦 兒子 這樣就對了 跟同學多來往 我跟她媳婦啊 趕快跟媽媽講喔 同學跟你取什麼新的名字 我真高興的耶 跟我媽媽說 媽媽啊 我的新的名字就是 姨阿輝 我媽媽給我帶下去 你知道嗎 我永遠忘不了 我媽媽給我媽媽說 小孩子 你怎麼叫姨阿輝跟人家討什麼 你不知道姨阿輝是跟你媽媽 你是男子漢 怎麼姨阿輝 姨阿輝不知壞 你知道嗎 後來我才知道是同學在調侃我 所以這個一路上走 其實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然後說三十歲那年 我去美國特色 我也是不敢開口了 就是很害羞 那我們班上有一個美國同學 Susan 其實她都注意到我 了解嗎 注意到我什麼 我一隻口都沒說話 你也知道美國特色都台灣不敢 美國讀書一定要一直發言 一直發表問問題 但是我都沒有你知道嗎 結果呢 學科的時候 我們的同學來跟我說 他跟我說 反正中文就說 我怎麼都沒講話 如果我不講話對不對 美國都不是說公公的 白白給你錢用的 不是 他跟你這個條件 你每一個科目都要八十分 如果你有一個科目就八十分 獎學金就會取消 我沒有種學金 當時我會怎樣 我一定會怎麼樣 被錢送回台灣 因為家裡沒有錢 到學費 所以我聽到這件事情 我很緊張 當時就沒有休息 跟他說 你 What can I do 就說這句音樂 翻證中文說 真的嗎 我該怎麼辦呢 結果同學 聽著我這句音樂跟我說 翻證中文說 Toni Chen 你的聲音真好聽 你的聲音好像小鳥在唱歌 我問一下 你們聽到的感覺嗎 謝謝 謝謝你也是有感恩 結果他這個勉勵你知道嗎 我改變我自己 變變變變成九個 我只說30個以前 沒說過30個以後 我都說回來 而且再加富裕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電視 哎呦 Toni Chen 就上節目 說不完 這個就是我Toni Chen 那人生我是覺得這樣子 本來我們不滿意的東西 譬如說我的聲音 對我來講我是真的是不滿意 但是我沒想到 我現在的工作 都是靠聲音在賺錢 在聲音在服務大家 這個老闆